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州至北湖段改扩建项目 香梁预制施工视频安全技术交底 本合同段预制香梁共计760片 其中20米小香梁355片 25米小香梁12片 30米小香梁393片 规划预制厂15000平方米 设置小香梁台座18个 30米香梁模板三套 25米香梁模板二套 20米香梁模板三套 设置两个底腹板钢筋绑扎胎架 一个顶板绑扎胎架 钢筋骨架在钢筋绑扎胎架成型 两场内配备门式起重机三台 其中160吨门式起重机一台 用于香梁吊装 设十吨门式起重机两台 用于模板钢筋吊装和混凝土胶筑 混凝土采用喷磷养护 预应力张拉与孔道压浆 采用智能张拉与智能循环压浆 主粮安装采用150吨架桥机安装施工 施工方案 一施工准备 台座采用C30钢筋混凝土胶筑 高度30厘米 底膜采用厚度为6毫米的不锈钢板 按设计要求设置反拱度 台座每隔50厘米设置一道对拉杆预留孔 2.钢筋加工及安装 底、副板钢筋在绑扎胎架上绑焊成型 底板、副板钢筋吊装制侧膜安装完成的底膜 钢筋吊装前 注意预埋伸缩缝缝端梁底预埋钢板 采用高强砂浆电块控制钢筋保护层 3.安装波纹管 副板波纹管在胎架上 同底副板钢筋绑焊成型 依据管道坐标 按设计位置焊接定位钢筋 定位必须准确 若波纹管位置与骨架钢筋位置发生冲突 调整骨架钢筋 保证波纹管位置与设计吻合 4.安装模板 用10吨门式起重机 配合人工安装侧膜、心膜 为防止漏浆 在模板接缝之间 加2-3毫米厚的胶条纸区 先安装侧膜 副板钢筋吊装完成后 安装底端膜及心膜 顶板钢筋吊装完成后 安装顶端膜及顶板茅槽模板 5.安装顶板钢筋 心膜安装好后 再吊装顶板钢筋 采用与粮铜强度的 预制混凝土电块控制钢筋保护层 同时需注意 预埋边跨伸缩缝钢筋 边板防状护栏钢筋及顶板波纹管 6.混凝土胶筑 混凝土由半核站集中半火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制量场 采用10吨门式起重机 垂直起掉运制带头料部位 胶筑由一端向另一端胶筑 分层厚度30厘米 上下层同时胶筑的距离 不小于1.5米 底腹板采用附着式震倒器震倒 顶板及腹板波纹管以上部位 采用插入式震倒 7.拆膜 养护 混凝土胶筑完成后 须及时进行自动喷零养护 养护期不少于7天 8.预应力施工 预应力钢筑 必须带混凝土同条件事块强度达到 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的90%以上 且混凝土零期不小于7天 抱间里同意后方可张拉 预制量钢筑 使用智能张拉设备张拉施工 严格按照设计的张拉顺序两端对称张拉 张拉操作在张拉防护台上进行操作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9.孔道压浆 桥梁预应力孔道压浆 采用智能循环压浆 浆液采用专用压浆料或压浆机配置 10.封端 封端方式采用整体式封锚 封端前降凉端藻毛 绑扎封端钢筋 伸缩缝预埋筋位置要准确 支立封端模板 模板要支立牢固 尺寸准确 胶筑混凝土过程中 应控制伸缩缝预流槽高度 混凝土施工结束后 覆盖洒水养生 11.遗粮及存放 当孔道水泥浆强度 至少达到40兆帕后 才可移运吊桩 构建应按吊运及安装次序堆放 将预制粮生产信息和质量信息 生成二维码并引刷 堆放构建 应按构建刚度及受理情况 平放或树放并保持稳定 构建存放时 应设置在垫幕上 标志向外 存粮不超过两层 存粮时间不宜超过三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